大家好,我是橘子,欢迎收看本期《创意汽车》,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。 说实在的,小编一直觉得自己有可能一年早逝,毕竟天天承受高压,这里指高强的工作压力,就连小编回到家,隔壁的老王都忍不住说,你要不要买个保险? 这话说的可把我给感动坏了,毕竟这块节奏生活不全只有小编有,大多数人也都承受着。 就比如小编在开车的时候,就喜欢在边上有人听我吐槽,或者跟我调侃,但似乎这么做有点危险,所以有很多开车的人,一般都讨厌这种人,除了这些之外,还讨厌下面这几种行为。 这第一就是,关门太使劲了,或许有的人认为是怕关不醒才这么做的,这也是理解的,但车主对此感知头疼,一个原因是心疼车,一方面是因为使劲关门会让车子产生异响,还增加风噪。 第二就是,睡觉,本来自己一个人开着寂寞,这一删来就睡觉,还打呼噜,这是让司机最受不了的。 第三就是,没有素质,往外面扔垃圾,如果遇到没素质的人,就算你提醒他,有的时候他还觉得你是瞎讲究。 车人不光令司机烦,我想大家都非常讨厌这种人。 第四就是,在车里吃东西,如果是吃辣条,榴莲的话,车内本来是封闭的,这两种味道在一混合的话,分分钟让人作呕,所以大家要紧记这几条,做一个新世纪的最佳好青年。 那么,作为开车的你,有什么习惯是你忍受不了的? 好啦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